歡迎收看大家畫質 這個星期中國大陸的新聞 大家都在關注什麼呢 不管你是喜歡這個硬議題 還是軟議題 我想上海迪斯尼開幕 應該是能見度最高 也是大家最關心的 所以這個星期新聞週記 我們就從迪斯尼開幕來看起 阿倫跟大家講一講 現在迪斯尼開幕 大家最該關注的究竟是什麼 應該不是人潮 也不是所謂的不文明 當然之前大家關注的 就是說他的票價好像很貴 然後進去之後發現到 所有吃喝拉撒稅也都很貴 然後又穿插出一個 這是其實大家是有點壞心眼 就大家很好奇 就是說有沒有隨便尿尿 就不文明嘛 對對對 可是其實不應該再關注這種點 目前其實在看 就是大家如果從比較一個宏觀 比較大的一個格局來看的話 就大家關注的 就是說所謂迪斯尼的一個中國化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這次他是找上海市政府一起合作 那麼其實你官方介入之後 就有很多 就是官方進來會有一些 所謂的意識形態的一個審查 就是你原本所謂是迪斯尼重要元素 那種東西 對上海官方來講 他可能會覺得在中國大陸是不適合的 所以他裡頭有很多的設施器就有做了一些調整 好像他的遊戲遊樂設施項目要經過上海市政府的批准嘛 但是你可以想像你進到人家的家裡面去搞一個party 或是辦一個什麼 你本來就是要照航的規矩來啊 對可是他原本在香港或在法國或在日本的話 迪斯尼很強調他自己的自主權 主導權嘛 那這次在上海等一下讓出了很大一部分的決定權跟經營權 可以上海市政府 因為好像說有百分之八十的項目 其實都是新的 全部都新的 所以這塊大家在關注就是說 你這樣子就是這種所謂的迪斯尼中國化的這種case進去之後 那在中國大陸他到底能不能成功 那如果可以成功的話 那能不能複製到其他的一個省份去 那這中間又有個問題 就是說那你如果成功了 那香港應該是最緊張的 對對對 沒錯 如果那麼他整個樂園之間 他彼此的一個競爭到底會呈現怎樣 這反而是大家可以關注的一個地方 對可是我覺得就是從香港 你看上海迪士尼開幕之後的話 在上海迪士尼周邊最近其實不只香港 有兩個還有東京跟香港 但你看東京迪士尼就沒有像香港迪士尼這麼緊張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概可以凸顯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香港迪士尼就是因為過去太依賴大陸遊客了 所以一旦就是大陸他自己發安起來的時候 他受到影響就非常大 但東京迪士尼的話 大陸遊客可能也重要 但是比重沒這麼重 所以東京就比較淡然一點 對沒錯 那這部分其實也涉及到 就是說你迪士尼到底是 目前看起來他這一個上海的是一個 中國化的一個道路 以後是不是你跟原本 全球化的這條道路的走向 是不是會有衝突 或者該怎麼去融合 我覺得這是未來迪士尼要去討論的 不過說迪士尼都是晚嘛 所以你前陣子從內蒙古回來 就是錄影的前一天 對就是他其實就是六月十號到十三號 就是在呼和浩特的就是內蒙的首府 呼和浩特舉行的臺灣民評展 對開幕然後就在那邊舉行 那這個其實比較特別的一點 就是因為民評展已經舉辦過非常多次了 那這次比較特別其實是在 這個是那個520之後的話 呃第一場的臺灣民評展 因為大家知道民評展的話 民意上是由外貿協會去舉辦的 但他背後的話其實是由經濟部國貿局的 主辦調教經濟部國貿局 他主要是要推薦臺灣的精品跟產品 到中國大陸去嘛 對那那是要市場 對其實就大家不要關心說 那這個的話就是520之後 他們的舉辦過程有沒有受到影響 對 那呃在現場的話是外貿協會董事長 梁國昕講說是沒有 在過程當中是沒有 而且今年後續的市場的話 還是會照常舉辦 但是明年到底還會不會有民評展就是一個 目前就變數比較大 那那我其實在在會場 他們也遇到一個大陸的商務部的官員 退休的官員 那我問他 那他提到講說 呃 因為像這種民評展的話 地方政府要投入的資源要非常多 對 包括場地啊 還有安排那個那個 呃 採購商過來派等等 所以他他 他當場就講了一個 這事實在講的話 他講了一個比較重的話 講說大陸的奶水是不會去餵養台獨的狼 嗯嗯 對那就是過去的話是因為兩岸關係好 所以他們會很支持 民評展就投入很多資源 嗯 協助台灣中小企業去拓展大陸市場啦 那明年到底會不會有的話 可能可能就是還要再觀察 嗯 從四天下來的實際交易額 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一個對你 到底有沒有受到影響 四天下來的話 就根據冒險提供數字 是有十一萬的那個參觀人次 然後交易金額是二十一億人民幣 啊 台幣 台幣二十一億元 但他兩年前其實舉辦過一次 那那一次的話 參觀人潮是十九點五 五萬人次那成交金額是三十五億元 一樣四天 可是他的參觀人潮跟那個 跟那個成交金額 其實萎縮非常多 對那 究竟什麼原因 我覺得要去要去深究 是不是台灣的商品在那邊的話 吸引力不如過去兩年那麼那麼大了 那這跟兩岸關係有沒有關係 那另外我覺得有一點 就是因為過去的話 就大家講說那個 內蒙古經濟會好 是因為洋煤土氣嘛 對 就是那個洋融 然後那個煤氣 然後稀土 然後還有那個煤炭 對那這幾年的話 這些資源的話 就是價格都不是太好 所以我覺得可能也跟內蒙古 他自己的經濟的話 現在可能表現不像過去那麼好 也有關係啦 所以影響了 那個主辦單位 就在地主辦省份的那個採購力 對 不過據說就是在那個現場的話 防曬東西賣得最好 不是防曬 不只不只只有女生的 不是美妝用品 美妝的防曬 美就是主要是遮陽啊 然後那種手套啊 那些東西 不只是聽說 不只是女生的防曬賣得非常好 男生的防曬也賣得非常好 對 是這個很挺妙 顯然那邊太陽真的挺大的 真的非常大 但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台灣賣到那邊的東西 我們主要是打精品 對 真品 真品 精品都是原創 可是最近馬雲的一段話 因為他在那個投資的 投資者大會上面 回應記者的提問 因為大家最關心 阿里巴巴或是淘寶 就假貨最多嘛 就馬雲的回話 就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阿倫你可以聽聽看 這樣講 到底值不值得 引起那麼大的爭議 因為他說 假貨構成的挑戰 就是在於 他的高品質 許多假冒的商品 他比真的 正品品質要更好 價格也更優惠 而且還有一句話 他說其實 就是舊品牌來講 民品面對的 不是知識產權的問題 而是新的商業模式 這話聽了好多人都罵 他說你怎麼賣假貨 還可以講成這個樣子 還理直氣壯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馬雲的這種說法 其實他的這種話語 很熟悉 就我們講的 中國式的詭辯 對 中國式的詭辯 對 強之奪理 那其實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說 對 你今天 你可以說 今天你的假貨的品質 甚至比真貨還要好 那他的核心的關鍵 就在於說 如果沒有這個真貨的話 你的假貨做得出來嗎 也就是說 他要講 應該是說 他OEM的能力很強 那是兩碼子的概念 也就是說 今天大家都可以做平板 都可以做Apple的手機 可是 如果 誰先發明出來 對 那個最原創的那個關鍵 那才是一個核心 所以我們講說 智慧財產權在保護的 即使是最原始的 那一個核心的一個價值 那你後面的 你像馬雲在講說 我今天生產的東西 比他還好 那 那是不對的 你如果今天生產的是 另外一個品牌 自由品牌的東西 那是OK的 可是你的假貨 就是照人家的訪 對 而且我覺得 馬雲會是以大陸 這麼一個重要的 一個企業家 講出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很可疑的 而且他這個分明 在打那個李克強 對 李克強在今年 政府工作要提出一個 工匠精神 那我覺得你 你把那個防洪品 做得再好的話 都不是工匠精神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馬雲這個講話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還有尊重世界 智慧財產權版 就是一個世界商業 運行的規則 這也是大家能夠進步 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對 就跟臺灣 其實也有很多工匠精神 備受稱譽 就像我們做防 那個勞斯萊斯的 那個手錶 因為訪的跟原廠看了之後 就覺得訪的比我們還好 可是他還不是原廠 對 而且就是一般的消費者 你到達一定城市 我想大陸消費者也是一樣 就是你防貿品做得再好 到大陸民眾現在應該沒有在追求 買防貿品這回事了 對 就慢慢在改變了 對 這個 呃 曾鴻可佩講說 像那個大陸A股一直進不了 MSCI跟這有點關係 其實 因為他已經爭取了十三年 對 那呃 最後的話 原本是預期說 因為之前的話 今年之前的話就很多 那個外資都認為說 今年的話 MSCI 那新興市場指數 納入A股的機會會提高 對 那很多外資也提前佈取 結果最後的結果揭曉 15號的凌晨 台北時間15號凌晨5點揭曉 結果第三度落空了 那原因當然很多 主要基本講就是 就是呃 他的那個市場的那個開放 跟透明度不夠啦 那我覺得就是A股市場 除了MCI 他提出這些問題之外 我覺得你從去年的股佔 因為到現在差不多滿一年嘛 對 這一年過來的話 就是大陸的官方 也做了很多的一個改革措施 但是我覺得A股裡面 還有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他裡面的話 就是呃 內幕交易還是太多 對 然後就是那個 透明度還是不夠啦 我覺得這個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很多外資的話 就是即使納入之後的話 他願不願意把這麼多的資金的話 放入到這個賭博性 那麼強的一個市場 而且公安還會跑進去嘛 公安互牌嘛 去年是一個很有名的 這大概全世界創舉 就是互牌要動用到公安 這是很特別的地方 這對散戶來講挺重要的 有些時候呃 那個資本的力量 無法解決的時候 公安介入挺好的 對 但這個就可能就不是一個 國際通用的規則啦 就跟國際規則不相關了啦 剛剛我們聽到全部都是呃 這個星期非常重要的財經資訊 廣告之後回來我們要聊呃 政治跟社會面的問題 深圳保安兩名女孩過馬路時被民警盤查 因為沒帶身分證被警方強制傳喚 不要再前往派出所路上 卻被民警一連串的言語恐嚇 你就看我們兩個小妹妹 對 沒錯 我看你長得漂亮 沒錯的 你 你說話這種語氣多霸道你知道嗎 對不起 你怎麼在此法 政治過程中 民警甚至多次以言語侮辱兩名女孩 完全沒有一絲人民保姆形象 兩名女孩平白無故遭受人生侮辱 甚至在派出所足足關押了一個多小時 才被告知可以離開 未來類似的執法過檔事件 若是層出不窮 恐怕會降低民眾對警方的信任 大部的警察真的好威武 剛剛看到那個警察罵起人來 他可兇的 雖然我們不知道究竟什麼事情 引發他情緒上面有那麼大的反應 但這個影片一曝光之後 這警察就被停止了 而且引發大部大家在熱議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了警察領檢 要你的身分證 大家該如何應對 這跟雷洋事件有沒有關係 阿倫你覺得 其實你說身分證 雷洋那個又不太一樣 因為他背後看起來是還有一個警方 就是有點就是自己設陷阱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是比較單純的 我第一時間看 我就覺得說 如果他就是我們講這個警方 他是跟臺灣的警察一樣 說好吧 那我騎摩托車載你回去拿身分證好了 那可能結果都不一樣 其實不用啊 他們現在執法不是都有非常先進的 那個警務系統 他可以立刻報他的那個身分證 字號就可以查出來 這個人他那部分 其實又涉及到你當地的警察有沒有跟那個全國聯網的一個問題 他可能是他可能是外地人 不是在地的 那這一塊其實一直在過去這二十幾年來 一直是個老問題 就是說你現在中國整個流動加速了 那麼你的戶籍戶口制度其實還在 那很多人其實他出門不會帶身分證 為什麼 因為在大陸辦一張身分證太痛苦了 也就是說 不過有很多假的身分證 對 假的是一回事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如果帶出去真的身分證遺失了 那我是四川人 我在深圳遺失了 我得回四川辦 就不可以再 對 而且你沒有身分證之後的話 你到處的話 連坐火車都出問題了 對 沒錯 但這裡有一個問題是 中國的法令裡面 並沒有規定 你所有的公民出門在外 一定要帶證件喔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對啊 沒錯 所以 但是他那個相當規定沒有講到說 警方在哪些特殊情況下 他是可以就是強制去盤查 跟甚至逮捕你們 好像就一句話叫做 你有那個違法犯罪嫌疑 那這個就是非常主觀的判斷 對 然後他還有規定 因為其實後來央視做了一個 很長的那個報導 教大家 你該不該配合 那如果遇到沒有帶身分證 你該怎麼做 那幾點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因為根據大陸的法令 他有規定說 第一即便你有違法犯罪的嫌疑 是 警方在執勤的時候 他要幾件事 一他必須要穿制式的服裝 第二他要主動出示證件 第三他要兩個警察一起 然後更重要的是 他在對你進行盤查的時候 他說他要跟你敬禮 對不起 對不起我們現在配合什麼什麼東西 怎樣 然後最後結束的時候 還要跟你說謝謝 也要敬禮 可能嗎 基本上不可能 我們北京北京的師傅 他就說 哎呀敬禮好貴啊 他說這些公安跟你敬禮 他就是要開罰單的時候了 對那個那個性質不太一樣嘛 因為你如果開罰單 其實他背後有個分紅的概念 這績笑嘛 績笑他當然敬禮 那個敬禮是ok的 不過我覺得在上海的話 在地鐵站的時候的話 我覺得上海的話盤查 那個身份證的情況是非常多的 因為上海可能也是外地人多 所以你大概在 我在搭地鐵的時候 經常可以看到就是那個公安的話 在沿路上面看 比如說一般都看起來是比較像民工那種的人的話 他就會要求就看身份證 對 那對於這種事情的話 我覺得一般的 比如大陸的民眾 比如說上海市民的話 可能不會覺得反感 不會太反感 他們好像蠻習以為常 對我覺得他們會覺得這個是維護 城市治安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 對 尤其是比如說我們在錄影前的話 就是浦東機場發生一個爆炸事件 對那個我覺得會激起很多大陸民眾 就覺得安全可能比那個不變的話更重要 那我我從13號 從那個呼和號特回來的時候 其實很特別一點是 大家知道說 你在大陸的話 你要進火車站是很麻煩的 台灣是隨便都可以進去嘛 要安檢 大陸都要安檢 安檢必須要人票證嘛 就是你要火車票要有身份證 然後才能夠進火車站 但是呼和號在機場很特別是 你要進去機場的那個入境大廳的時候 他還要刷身份證 嗯 你沒有刷身份證不能過 那台灣人的話跟境外人的時候 就是他要看你的護照 或台保證 你才能夠進去 應該是走另外的通道 對所以他 所以他現在的話 我覺得大陸現在可能就是 雖然他為了反恐啊 對 維穩 民眾反承聲音很大 但是我覺得這個這個不會取消 也不會不會就是 一直減少 不會改善他們那個警察 執法無邊的 對 那樣子的現狀 因為他主要是社會有這個需求啦 所以你要改變基本上很難 像我們那個北京那個宿舍 也是那個東西門 其實你仔細看有沒有發現 我們一起下捷運的時候 上來 有時候警察會出來 就會去喊幾個 對對他覺得有嫌疑的人 核實一下他的身份證件 但是你看那個動作 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他是從監視器看的 所以在你一下那個地鐵的時候 他就已經鎖住了幾個 等你一上來 對 他就直接喊 他們現在是監視器執法 有點那種 就每個角落都裝了監視器 他可以監視上面一舉一動啦 但我要 我得跟大家講答案 因為剛剛講說 如果你在中國大陸 路上遇到零檢 你沒帶身份證 該怎麼辦 雷 央視的答案是先配合吧 可是我覺得有問題 那假設 先被逮進去嘛 不是 如果說今天這個人 他像雷洋案那樣 他是個便衣 那他又提不出他的證件 或是 我怎麼知道他證件是假的 那我先被他綁票 撕票 該怎麼辦呢 對啊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這個基本上就是無解的一個議題 不過我再提供另外一個 跟這個有點差題 就是我 但是我比較好奇的 就是比較關心 就是還是釣魚台 因為上禮拜就突然出現 那個中國大陸的軍艦 跟那個俄羅斯的軍艦 同樣都出現在這個 相約釣魚台 就在端午的時候 聽說安倍因此在半夜被叫醒 對不對 非常緊張 為什麼 為什麼會那麼緊張 其實我倒是覺得 那個很緊張 是大陸的媒體報導 但是我是覺得這是一個 真實嗎 就安倍半夜被叫醒 他那天可能比較早睡 OK 好 對 因為整個訊息出來 大概是在凌晨一點多的時候 但是我在看 我是覺得整個 其實還蠻正常的一個原因 為什麼 不是說第一次這樣子 出現這樣的情況嗎 對 但是他的前提 第一個就是說 俄羅斯這三艘軍艦 對 其實他有一艘軍艦 一艘補給艦 所以另外 另外一艘是比較小的 比較舊的軍艦 那他們其實是到 所謂的東南亞那邊 去參加一個演習會啦 那他的路線是這樣子 所以是正好路過 他不是跟那個大陸的軍艦相約 對 其實應該這麼理解 就是說大陸的軍艦 發現到俄羅斯的軍艦 他的路徑 可能會從釣魚台這邊過 所以他們派了軍艦來跟 日本的軍艦也發現到說 俄羅斯的軍艦也可能這麼走 所以他也派了軍艦來跟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 一個反應 那只是說在這個時候 就是剛好大家碰到了 所以就被渲染成 好像中俄之間是有意圖的 要劍職美國 對啦 但是日本那邊 我覺得他反應也非常有趣 他說這件事情 不會跟俄羅斯抗議 因為他沒有聲稱 聲稱釣魚台 但是要跟大陸抗議啦 對 因為大陸說釣魚台是他們的嘛 是 俄羅斯沒有講嘛 所以他就認為俄羅斯 就是一個無害通過 就這樣經過了 對 尤其最近的話 其實中美關係比較微妙嘛 就除了就是南海爭議之外的話 還有經貿方面也有嘛 就是大陸對 美國對大陸進口的鋼鐵 也也進行那個反傾銷 跟那個反補貼稅 那另外一個還蠻有趣 大陸是簡潛化 其實他很積極把這些高鐵 推銷出外面 還有電場 結果也是在上禮拜 就是美國的西部鐵路公司的話 臨時宣佈取消 跟大陸高鐵合作 這好像不是第一次 大陸的那個高鐵輸出被黑掉 之前在墨西哥也出現過 你們答應過的取消了嘛 對 沒錯 就是說其實高鐵這個議題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說高鐵是一個成本 非常高的一個運輸系統 所以說句實在話 放遠全 全球 就只有中國大陸 日本 或者是美國有這個能力 可是美國當初 在所謂自己國內的交通發展 戰略上他又選擇了噴射機 所以他就沒有去做高鐵 好了 那麼中國大陸現在是把自己吹 吹成自己是高鐵 一個非常重的一個強國 問題是這種運輸系統 他太貴了 他太貴了 就是你對比其他國家 他可能 我其實蓋個機場 買個飛機 可能還會比較便宜 所以你覺得他受挫的原因 是因為來自於他的價格 不公道品質也沒有那麼好 另外一個美國的法律有規定 就是說你這個列車組裝 其實是要在美國境內 這塊就比較麻煩 可是大陸的高鐵的話 就至少造價是應該是比日本 要便宜很多啦 這也沒錯 那麼這關鍵 但是他背後 其實我們講說 你如果里程數長的話 他一個負擔 就是他不是只有第一筆投資 他還有後面我們講說 維修這一塊 那這整個負擔 其實總額來講 其實他還是蠻高的 那至於美國那一塊 我的看法反而會覺得說 美方到底想不想 去坐那個高鐵 我自己都懷疑啦 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既然說輸出高鐵 輸出電廠行不通 那乾脆由這個資金 非常雄厚大陸企業家 直接去買下德國 買下日本 買下各個國家呢 陸企走出世界 他那塊其實背後 他看中了 其實反而是 他的核心技術 這一塊跟高鐵 是同樣一個道理 大陸講高鐵是什麼 全部自主產權 他的概念 非常簡單 就是你這個專利 我花錢買的 那就是我的自主產權 是 所以他的概念是這樣 那他去買德國這些企業 我們可以發現到 他要的其實還是背後的 那些核心技術 用花錢來買 那這個關鍵其實就是說 這也是說德國 他比較擔心 那個原因也是在這邊 因為研發需要時間 我不是要你的公司 其實我要是你的核心 關鍵技術 這個是最重要的 好 廣告之後 我們要跟大家聊 蘭蔻事件 最近一個很熱的話題是香港藝人何韻師 他因為公開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 還包括他同情西藏 因此他的下場非常巧合 而是原本贊助他支持他的這個蘭蔻 他就取消他的演唱會的贊助 最後鬧的是蘭蔻好像里外不是人 他兩邊都得罪了 這個就有一點看過 他到底做錯什麼 因為外資登陸政治正確很重要 那蘭蔻政治不正確嗎 他其實六月四號的時候 主要是環球時報 他就是指責說 就是蘭蔻 其實他指責蘭蔻 跟那個李施德林 他聘用了那個 他講說藏毒跟港毒 而且毒是用毒品的毒 對 就是何韻師為代言人 所以就引發後續的事件 然後何韻師原本六月十九號 還有一場那個 他在上環分店有一個那個演唱會 音質被取消 那取消之後 其實香港的民眾就很反彈 去他蘭蔻的那個專櫃去抗議 那也因為這個事件影響 我覺得很微妙 就是你這個事件影響之後的話 蘭蔻的公司股價就大跌 對 沒錯 市值蒸發了 將近臺北一千億元 但是很特別 就是那個這蘭蔻的反應 然後李施德林講說 他們還是繼續就是那個 沒有解除跟何韻師的關係 對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事件 你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我覺得蘭蔻他在這個事件 當中的話 他拿捏的沒有很好 就他兩邊都得罪 對 不管是對中國大陸 或是對那些香港民主派 香港的民眾 就是他兩邊都都得罪 都遭殃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可能對很多外商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很很很很大的焦點 就是你到底要怎麼去處理 就是在在某些外國 你覺得可能不是問題 但在大陸民眾的話 就感覺會是非常非常敏感的議題 香港問題現在越來越難解決 對 其實剛剛子總講的 沒錯對老外來講 外商 他是他沒有這種 所謂的獨立的這種問題 而且處理獨立的問題 也不會像大陸這種手法 對 沒錯 那同樣的就是我們來看 就是國外班 這個禮拜的這個記者會 就安復上提到 就是兩岸關係 到底什麼樣的關係 那有人說 我們主要是 我們政府這邊 對 如果兩岸關係是鄰居 對 他的回答 他說絕對不是鄰居的關係 絕對不是鄰居關係 那對老外來講 同樣他就覺得很難理解 為什麼不是鄰居關係 明明是鄰居啊 對 很多人會覺得 他說我們是兄弟 對 兄弟所以 打斷骨頭連著鏡 大陸的角度來講 他會認為說 其實我們是一家人 所以應該是住在 同樣一個屋子裡頭的 他還講說 就是大陸沒有犯台的一個 的那個情緒嘛 對不對 對啦 如果講官方當然是沒有啦 可是大陸有很多分析 謝謝